老杨到处说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四方茶老江相亲有兴趣的朋友 找找位吗了解一下 今天我们的读报时间特别把新加坡的门将桑尼 这个哈山桑尼 他一不小心成了中国网红追捧的对象 发表了一个感慨 当然新加坡的门将哈山桑尼 拯救了中国足球队之后要怎么办 中国国家足球队和中国球迷在星期二 就六月十晚上度过了一个悲喜交加的戏剧性的夜晚 中国男主输了比赛 却又成功了晋级 中国一论将来认为普遍认为一口咬定 最大的工程不是中国足球队的队员 也不是教练 而是新加坡对一号门将哈山桑尼 哈山桑尼一夜之间 在中国串红 大家知道当天晚上2020年 世界杯的亚洲区逸选赛36强赛西组 举行最后一轮的比赛 比赛中的中国在韩国首尔课堂0比1不敌韩国 濒临被淘汰的边缘 那么中国当时仍然有望进职18强赛 就要看同一个晚上的泰国曼谷稍晚开球的通组 另外一场比赛 雄师新加坡国家足球队跟泰国队的较量 很多媒体都报道了 新加坡和泰国两队的比赛开始就非常激烈的抢球 拼劲十足 面对疯狂射门的泰国 新加坡成为了半个小时的失手 泰国前锋泰帕纳蒙塔在第37分钟首开记录 进入下半场 新加坡对顽强的追求反攻号角 前锋一三五和范迪在第57分钟板平比分 在新加坡已经取得进球的情况下 泰国想要晋级下一轮 就至少要4比1来胜新加坡 比赛在第79分钟进入高潮 泰国凭借的两名球员的进球 在七分钟夺得了领先前 将比分缓超过3比1 那么新加坡不好意思败给了泰国 他没想到的助推中国惊险的出现 泰国队的捕食阶段虽然疯狂射门 但缺少杀伤力 不是射丢着对新加坡的门将哈桑一化解 比分最终停留了3比1 泰国获胜 那就是世界边的亚洲区外围赛第二轮赛事就这样结束了 尽管六轮的主客场的角着 新加坡对于零胜一和五副排名保末 不好意思排名保末 尽管如此 新加坡对败给了泰国队的比赛成绩 却助推了中国惊险的出现 泰国胜新加坡就没有帮助他们缓超中国 是因为泰国中国同样为两胜两合两负 计八分 用竞胜球同为竞九球 十九球 那么在泰国和中国几分相等 竞胜球数 竞胜数都一模一样的情况下 从中国之平地双方交手战绩的优势 也就是在两轮比赛中取得一胜一合 力压泰国队得以小组第二名的身份 晋级十八强赛 有趣的是在决定中国晋级命运的 泰国对垒新加坡的关键赛事中 泰国队全场射门35次 射政13次 哈桑做出11次补救 8次禁区内射门补救 在古时阶段用拖延时间 被罚黄牌 哈桑后来凭着这个优势的 优秀的表现 当选了当上全场最佳球员 哎呀 中国球迷赛后 纷纷在哈桑的社交平台上 留言表示感谢 很多网民称赞他是门神 国族的救世主 有网民亲切称他为救命而人 为国族拼借了命 还有网民戏称他为国族的 第二十二个人 中国女球迷说要嫁给他 当然哈桑的老婆很惊吓 哈桑所有的队友录制的视频中 只有两句话 谢谢 中国网民的刷屏新加坡旅游局 新加坡驻华大使馆的微博 哇呀 都满了 代表中国男主给你诉大猛歌 代表国族谢谢你 新加坡今晚多了十四亿的球迷 哎呀 这个业余的这个门将哈桑现在爆棚了 后来有网民发现哈桑还有另外一身份 叫哈桑厨房 是马来摊位的老板 顺藤摩瓜查到了摊位在新加坡的地址 在网上呼吁大家有机会的话 到新加坡去帮衬一下 以示乎 这个为新加坡淡宾尼十二街 第十一百四十四座主屋 咖啡店的摊位 在比赛的第二天就吸引了不少球迷 粉丝排队光顾 就连中国的女星 邱青卢 也在微博贴出她的摊位打卡的图文 结果呢 哈桑这个 也将饭店摊位的俄维码 收款俄维码也被网民 挖出来 吸引了很多中国网民 球迷云吃饭 直接越洋通过支付宝 扫码转账 中国的媒体采访一名上海的球迷说 6月11号晚上心情 因为中国被跌宕起伏 最后晋级表现 贪了激动 表达这个情绪 就是给新加坡门江的哈山 桑尼的摊位 椰江饭摊打钱 本来想图个基地打个188.88 后来汇率出来发现到一千多人民币受不了 马上冷静下来 输入了50新加坡币 换算是26868 也挺急的直接付了 这为了乐爱中国队的情绪价值而买单 他认为这钱发的值 中国足球队要撞墙 里面的出现是让一个新加坡的文章给造就 当然也有门 球迷透露了转账了100新元 也就是说收款的二维码被刷爆 因为大量资金的短期内贿赂被银行暂停使用 球迷说已经收到了哈山方面的退款 这是中国足球史上史无前例的一个现象 有网民说后续到新加坡旅游 一定要去打卡哈山的摊位 也有不少中国游客把哈山的摊位 作为打卡新加坡第一站 不得了 新加坡的携程专车订单20% 直接从新加坡的张仪机场到哈山的摊位 哈山这个档口是2020年开的 主要售饭的巴东饭 就马来菜饭 椰姜饭 龙东马来卤面等等 那么今年四月份 他本来有个人生规划 小时候亲戚的好几个巴东摊位 他经常观察有梦 梦想一天自己拥有自己的摊位 那么他是在2020年开设的哈山厨房 哈山厨房这个摊位在今年三月底 就已经在中国网络上走红 但龙东属于中国球迷的新加坡必吃榜 所以呢 不得了 好 我们来看到哈山 这场比赛世界排名第88位的一 有一场比赛 世界排名第88位的中国队 被排名156位的新加坡2比2逼合无法取胜 当年哈山就是扑救中国前锋无垒的罚球的人 所以有人形容哈山称之中国队的死敌 毕竟如果当时国族没有丢分 那上一轮战平特 泰国队就已经晋级18强了 但是早前给中国队搅局的哈山 反正通过多次扑救拯救了中国队 这是足球这个运动的戏剧性 他大概没有想到自己会爆红 两个月前他刚才40岁 这个高龄就意味着进入了职业生涯的尾声 就在当能将也不会当太久 但是他说他没有意愿要退役 我的那团组还在燃烧 依然强劲没有退役的迹象 哈山这个人呢也很难得 03年开始职业足球的生涯 他曾经是一名哮喘病的患者 他的足球启蒙要被集团职业团球员来得晚 隔年第二年首次为熊师队上阵 实际上直到近十年前 才作为新加坡一号门将的位置 他曾在国际足连的采访中说 在我的足球生涯 我经历过的低谷比高潮多 每当有机会获胜的时候 就会感到很开心 所以他希望自己能够为年轻球员做出榜样 激励他们的少爷赛场上拼搏奉劲 当然他也可以为中国足球队的年轻和不年轻的队员 做激励的榜样 哈山平日是靠卖椰浆饭和巴东饭维持生计 在球场上坚持毫不业余的拼搏精神 这是值得中国球员的借鉴 你们都是养尊出优了 都要花很多钱 买到了国家队的门票 但又不好好练 这个东西呢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下午茶就提到了 中国球迷和球员 再感谢新加坡之余 要反思 为什么没有办法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如果接下来还需要另外一支球队才能够继续晋级 那么中国的国家足球队还有什么希望呢 所以中韩之战之后 中国国家队的首发队长王大磊耿咽的时候 还知道耿咽 所有的机会命运只能掌握在自己脚下 不能依靠任何人 所以联合早报这篇文章有意思 他说中国队戏剧性之业已经结束 他们死里逃生之后 接下来能够辟经斩级继续晋级 做到不能依靠任何人 需要的就不可能是戏剧性的运气了 否则要上演网民经常系列的征战历程 节目战 生死战 农誉战 最后一战比较麻烦 火车站回家了 我觉得老杨到处说 挑这个话题来跟大家聊聊 也挺过瘾挺有趣 中国球队队 你们不争气不行了 十四亿人 出不了十二队 十二个人足球队 真是羞耻到家了 冰岛那个四十多万人口的 国家所有的球员都是业余的 他踢的比你精彩十倍百倍 你真的要开始丢脸 要打脸的 不是谁 是你们 足球呢 抓了一串 又黑的球 黑哨子 贪人无厌 整个国家 现在大面积的社会 溃烂 溃烂到连体育这么 充满尊严 充满竞争力的 也是呢 黑衣的一塌糊涂 要老命了 这个国家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处说